来看一下那个串接 首先当然我可以先把年先做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一样 就是用什么DATIF 这个地方一样先等号 因为常常同学会少打一个等号 DATIF DAT DIF 记得不要打错字 因为发现同学常错字 之前有同学打成DATA 这个 打错字啦 奇怪怎么打勾出错 原来打错字 所以你只要不要有出现这些错误 应该都还蛮顺利的 DATIF这个还蛮重要常用的 然后前面的日期 那就是这个日期 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 那今天当然你就直接输入TATIF就可以了 TATIF的话特别注意 输入TATIF之后 因为他没有引述 所以记得给他一个空刮户 没有引述就是一定要有刮户 因为这些同学也有出现 没有加刮户也是错 OK 所以有很多细节要注意一下 TATIF TATIF 然后他会出现那个 一个刮户给我们 这个地方或者自己打一下刮户 OK 逗点 第一个是前面日期 第二个是后面日期 第三个要比什么 比Y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 他几岁就出来了 可是后面还有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其实可以这样 因为第一个N我出现 后面没出现 我可以怎么 先把这个字串复制一下 那可是问题这个文字 我要放在公式后面的话 必须要先做一件事 就串接 串接的话一定需要加一个 and符号 那因为呢 等一下那个东西是一个文字 所以公式跟文字串接的话 一定要加上and符号 并且在前后呢 一定要加串接符号 OK 这个字串 打勾 你会发现 45岁 N个月 N千 那这两个N 我们也可以分别处理 那因为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N 目前在字串里面 那我如果要把它中间怎么样 放几个月的话 实际上我知道公式啦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呢 复制贴到里面 改成YM就好了 有没有 粘去掉了嘛 然后我要算 还要剩几个月啊 对不对 所以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把它放到里面去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啦 以后蛮多地方都会这样 首先你第一个 你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把这个公式复制 复制 2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哦 因为呢 我要把它放在 一个字串的里面 那里面的话 我必须把它切开来 放在它中间 这感觉 不要像什么 一个蛋糕 中间要放一个东西 一定要切开来 中间放一个东西 那怎么切开 特别说 1 请你先怎么样 把这个N选取 然后加两个 双引号 这个时候的话呢 前面这个双引号 就是跟前面这一对的 后面这个呢 是跟这个 现在就变两个了 两个字串 对不对 中间的话呢 请你再加两个M的符号 把刚刚的公式放中间 再把这边改成YM就可以了 可以打勾一下 8个月了 最后的话呢 还剩下的字 那我可以用MD 一样的道理啦 这边又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我要把它放中间 那我可以怎么样 一把这个N选起来 二哦 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两个AND 再移到中间 所以以后如果你怕忘记 很简单 你就把它背成口诀算了 以后呢 闭着眼睛都会 找到你要放的位置 怎么样 像我的习惯 我都已经标准化流声 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两个AND 移到中间 再把公式贴上就好 这样的话保证不会错 那把这边改成什么 MD OK 然后剩下的天就算出来 打个勾 不过要很小心 因为你只要多一个 少一个都不行 打个勾 确定一下 好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把它向下填满 结果就出来了 理论上应该都对了 应该有稍微验证一下 应该没错 那第二个 我们一样会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件完成 所以以后你工作里面 假如说每天都要算 你最好可以有个清除 可以又重新再来过 最好旁边有两个按钮 按下去 我在这边演示 按下去自动就可以算完了 那按下去又可以清掉重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要怎么做 当然之前我们是会想说几个方案 第一个是看VBA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函数 可以取代DATIF 后来发现找了一下 好像VBA里面没有一个 可以完全取代DATIF的函数 所以真的麻烦了 没有 那怎么样可以让输出也可以达到效果 所以如果VBA没有 对不对 那我们干脆就拿什么 拿Excel里面这个函数来用就好了 可是如果我将来希望VBA里面 也可以拿Excel的函数来使用的话 有几招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吧 直接干脆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直接动态的贴过来就好了 以意思就是说我直接按下这个按钮 实际上我基本上只是怎么样 动态的去把里面的公式贴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让它执行而已 所以如果你这边做出来 这边应该也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怎么做最简单 也就是以后 如果假如你本来已经有写了公式 然后你只是希望把它变一键按下去完成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学好 以后的话你所有的公式都可以变成一键完成 等一下我来讲一下这部分 程式非常简单 大概就三行就可以搞定 只是说有一些细节要注意就可以了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这边做完 待会再来看VBA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刚好VBA里面没有一个函数可以完全取代DATIVE 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把Excel里面的公式 干脆直接贴过去就算了 这样也是一种方案 也就是说以后你在执行VBA的时候 假如你实在是不会 或者是说你想不到有VBA哪些可以对应的函数 取代原本Excel里面函数的话 那不如就是说你干脆直接拿你刚刚做好的公式 你用里面的函数直接丢到储存格 自动帮你执行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方案 其实工作里面蛮多地方 也会利用这种方式 反正至少它也是一键完成 试一下 请各位先把DATIVE部分先试着完成 注意一下那个细节 我的动作每一个每一个都很重要 end串接 前后双引号少一个都不行